Do You Hello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Vin 那各位 好久不見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概是接近新年了 所以先跟各位說個新年快樂 也希望各位都能夠過好年 盡力安慰度過一年 一起賺大錢 好 那我還是一樣 雖然我這個主題 可能跟新年沒什麼關係 But 既然有人在我的粉絲專頁進行的發問 所以呢我這邊還是要秉持著我們只要有主題 就三天內完成的概念來做一個分享 然後也希望如果你覺得我分享有問題的話 也麻煩在我的影片下方進行一個留言 好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互聯網 那這個主題很多人可能常聽到互聯網 可能很多人聽到互聯網 也有可能有些人已經對這方面很難 但是如果對這方面了解的話 一定要關掉我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這個就特別可能沒有那麼了解 那互聯網和互聯網他們到底一個字差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啦 那首先我們接到互聯網 互聯網英文是Internet 那是來自說起來是Internet 那在這個International時代 我這個英文是一定要具備 所以我還是放一下英文啦 好不好很International 謝謝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們解釋一下互聯網 互聯網一就是電腦網路 與電腦網路之間 所串聯起來的龐大網路系的 那這樣講事實上 蠻抽象的 那這邊我用一個比較長舉例 像是它的對應叫區域網路 那區域網就是我們只有在這個封閉式的循環 可能我們之間跟隔壁房間架了一個網路 那我們的資訊就只能夠在這兩個 喔隔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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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只能夠在這個循環之間做一個連結 但是如果是互聯網的話 你可以去跟全世界各地 你只要有用這個網路 你都可以做一個連結 雖然說是電腦網路 電腦網路之間所串聯起來的系統 那它事實上 它又被稱作英特網 那這個名稱呢 是在香港 香港時候 20世紀末所興起的名稱 那它到底是為什麼會有互聯網這個東西開啟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那這樣我要講的是起源與發展 首先它是在1960年美國國防部所建立 那那時候是本來是為了冷戰時期 因為呢想要促使說 欸技術的進步 然後說如果我有一些導彈 這些用電腦做設計 然後還有資訊方面的流通的時候 會採用這個比較方便 所以那是1960年美國國防部 那接下來在1990年的時候 整個網路開始向公眾開放 因為那時候已經結束了我們的打仗時期 然後開始逐漸把這些東西 軍用的東西回歸到民營上面去 那在1991年 瑞士的一個 喔好難念喔 聽不哩呃 是BEN啦 雖然ITTERNATION 但是我們還是有些不會好不好 那個創立HTML 這些幾個網頁 那這些網頁 就是我們最初互聯網的網頁 不是像大家現在看到的Google Google這些都是後面的時代所興起的了 那時候才開始的 那1996年開始廣泛流通 那時候事實上 前面還有一個中間還有一個年代是1994年 那1994年 那這些互聯網 常常被用在公共利益 學術或是技術研究方面 都會有這些 那到了1996年呢 互聯網就開始被廣泛流通了 所以大家最常用到的是互聯網 但是沒關係 大家都習慣現在都叫網路嘛 那我們現在可能大家聽那麼多 還是不知道它用在哪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講的 就是它起源 起源與發展後面的應用 那最常大家看到一定是這個 這個相信大家都看過 就是我們的Google 那Google就是互聯網上面的搜尋引擎 然後接下來這個 這個是火狐 那火狐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在用 也是一個網路瀏覽機 那有人問我說那除了瀏覽機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呢 那我們現在舉一個 就是我們的通訊軟體LINE 那這個我相信大家 現在在這個手機不理手時代 LINE一定是你非常常接觸到的一些技術 那這就是互聯網 互聯網最常用的例子 那像是一些Facebook Instagram 或是一些手機軟體 事實上都是互聯網現在應用 甚至一些你打的可能遊戲 我們所有的傳說對決 類似這種 你不要瀑布的年紀 打好像很久 我打很久了 沒事 反正就是說類似這種 都是一些互聯網的例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舉物聯網 不可能通太快 那沒關係 那物聯網這個概念是在1999年 1999年提出 那它的說解是 它的全名是Internet of Things 全名就是IO 這全名 簡寫的就叫IoT 那IoT系統 IoT恐攻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柯南 但是它曾經一部劇場版 啊我不偷偷是哪一部 不保留聯網的原則 那劇場版曾經有出現過類似的名詞 就是運用物聯網 來做一個恐攻的概念 它的意思就是 把所有物品透過訊息感測設備 然後與物聯網可以做一個連結 也就是說 你的一些設備 可以跟網路做一個連結 那可以實行智能化 識別 或是你的管理 或是一些可以幫你做個監視之類的 都是我們現在物聯網的技術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講一下起源與發展 那首先它是有一個Pieter T. Lewis 所提出在1985年 那事實上它提出的這個時候 一開始是沒什麼人所注意到的 那後面呢 它特別被提出來 是在1995年 比爾蓋茨的一本書 叫做《胃癌之路》所提出來的 那在1998年 麻聖理工學院 就有在把它所做一個IoT的構想 那這也是這個最早被提出來的時候 那接下來最後正式提出 也就是被放在眾人所揭示的地方 其實就是所謂的IoT概念 是在1999年 由AutoID公司所提出 那在最後呢 為什麼現在IoT 可能大家看到很多東西都是用IoT去出 有可能不知道 那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一些相關的舉例 那但是在2005年 世界有資訊峰會 那這個等於是世界資訊上面 因為像世界衛生組織 或是一些貿易組織 類似的 那都是世界資訊峰會 就在資訊方面的同等級組織 所提出來IoT概念式的來臨 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就是這邊是它的一些應用 那應用最常看到的就是這個 可能現在很多人家裡所具備的小米機器人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個 這個是小米手環 你可以藉由它可能現在都有很多像是檢測 心跳設備 或是接收資訊哪一天 就是有一些用小米手環的概念 那它也是屬於IoT的概念 那接下來第三個 那這個可能比較少見 那這個叫做智慧型販賣機 那這個智慧型販賣機 目前基本上只有日本有 那它是在2005年的時候 由松本電器所製造出來的 它是比較少見 而且目前都在日本有 但是因為運用它的也不多 所以我們就要多做介紹 好 那我們要問一下 什麼俯成了物聯網的新奇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答案 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在直播資訊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這邊個人認為 就是因為 所有一切事物 都是已經準備好在物聯網上面運作 就是 我們在互聯網興起之後 隨著人們的技術演進 自然很多東西都開始慢慢的 在物聯網上面做一個運作 尤其是在這五年來 就是近幾年 就是智慧型手機的絕型 那智慧型手機市場本身也算是個物聯網 還有雲端科技 雲端也是在這五年特別的發達 大概是在這 也不止五年 好像六七年 但也沒有超過十年 雲端技術發達之後 它尤其是我們雲端硬碟 也算是一個物聯網概念 它是物聯網最後一塊拼圖 也就是所謂的社交網路技術 和網路雲端存取技術 這些就是我們最常用到的 所以我認為物聯網的發展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它一定會讓我們 為了要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 所以人類發展是這個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好啦 這是我自己的回答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回答 歡迎在影片下方跟我分享 那 互聯網跟物聯網 到底他們之間關係是甚麼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 那首先我把互聯網 視作一個機子 它是一個基座 那物聯網呢 對我來講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物聯網就是依托著互聯網再上去 因為物聯網裡面所運動的技術 跟互聯網都有非常大的相關 但是 沒有互聯網 物聯網就不可能出現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是他們兩個關係 那當然 他們兩個也是有一些差別 那傳統的互聯網 就是在我們可能搜尋網頁 如果你不搜尋他就不知道 可能像是我現在搜尋的YouTube 你想看我飛鷹的直播 或是飛鷹的影片 你就是抵下去才會有搜尋到 那這種搜尋一個頁面 然後另一個頁面 這個就是互聯網 但是 互聯網常常都是在 你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就做一個 資訊搜集的概念 像是如果我帶著小米手環 我沒帶了 大家講中間 那如果我帶著小米手環 那在你沒注意到的時候 它就已經幫你把資訊搜集好了 那如果 可能他看到我的臉 他就說 哦 你今天心情看起來不太好 那就是一個在你無意識的情況下 做一個資訊搜集 我認為這就是物聯網 那如果 這邊我還是做一個小結論 因為我個人認為 如果所有東西都不能開始感知感應 因為物聯網是現在的趨勢 物聯網已經慢慢的轉移到物聯網上面去 那物聯網最常聽到就是這些區塊鏈 那這方面我們就之後有機會再做一個想談 所以 我個人認為是 如果之後事實上 可能任何東西像 就算是我們一個滑鼠 一個滑鼠 都會做一個資訊搜集 可能說 哦 你今天手按的速度夠快 類似這種 他如果都可以做一個資訊搜集 那我覺得世界可能就變生命一樣 那當我們自己設備 可能做過自己的虛擬形象 可能這個設備比較傲角 或者他比較覺得說 你比較不能夠理解我 那到時候可能就變成真實世界 會變成是可以計算的 所以當我們改變自己的形態的時候 呢 世界會隨時改變 那最重要還是說 我們不能夠出現 被網路所反射的狀況 也不能被我們自己的機器所反射的狀況 畢竟現在很多 像是黑鏡 或是一些機器人 我們製造出來 但是 他把我們給毀滅了 這種類似電影 事實上是非常多的 也很常在我們的生活中 可能你在電影院附近就卡到類似 但這樣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會翻在我們生活上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是我們之後 未來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在目前 如果你只是想跟互聯網一切 或物聯網保持距離的話 非常簡單 把你的手機給關了 基本一切問題都沒有了 那是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可能在這個時代 你會變得很不方便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這是我個人非常推薦你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們今天在互聯網和互聯網的講解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 點贊我的 Youtube 追蹤我的頻道 然後 本次團也要點贊 然後 追蹤一下我IG 好啦 就這樣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是詢訊我本次團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